主料,鱼头500克,鱼头400克,豆腐200克,辅料,油,盐,酱油,糖,番茄,香葱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鱼头去皮洗干净,切块高压锅压5分钟,鱼头挤鱼卵,入油锅煎鱼金黄加入酱油,糖温入味,准备农家卤水豆腐,切块入油锅煎至两面金黄, 煮熟的鱼头放砂锅底部,然后马上已经焖入味的鱼头级豆腐,马上白血,香葱,大火后转着小火焖5分钟,营养丰富的砂锅鱼头豆腐完成,烹饪技巧 吴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